中秋节昨天过后呢 台股在今天似乎没有出现明显的变盘 由于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181点 所以使得台北股是今天一开牌是开低的 不过开低之后随着卖盘进场 而看到了全支股像是台积点 像是南亚科等走高也让指数开高 而在盘中呢 这个点的位置还曾经占上了11000点的整数大关 不过我们看到其他的平盖股 并没有出现太多的表现 所以资金还是流入了全产 流入了金融股 让台北股市中厂呢 只有小涨了6点 收在10978点 成交量呢1139亿 所以台股今天之所以这么下腹的震荡 而从日线图当中来看 还好今天占上了11000呢 有再创波段的反弹新高 而且连续两天 手稳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日K出现连续第二根的红K棒 虽然指数创高 但是刚才讲到量能的部分 上个礼拜五增量 但是今天礼拜二中秋节过后 回来的第一个假日 台股并没有明显的追加力道 所以影响台股今天多空的因素 当然还是先来看一下在国际面当中 因为美中第二波的关税 在昨天正式启动了 由于双方贸易谈判破局 所以为美国股市带来了压力 再加上美国负责通俄门调查的 司法副部长传出请辞 大家担心是不是在美国的其中选举 白宫进一步的有可能出现政治动荡 所以看到了昨天晚上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181点 不过虽然在道琼的部分下跌 但是在科技类股的部分反弹 昨天在纳斯达克指数 还有费城半导体指数 在苹果跟Tesla等科技股的带动下 昨天是出现了收涨的情形 而针对台股来看 现在外资似乎非常看好台股的第四季 大摩等五大外资 现在联合来畅望台股第四季的行情 根据外资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台股现在具备着高值利率的诱因 这下上台积电发威 央行有可能会升息 还有年底九合一的大选之称都渴望立抗 美中贸易战等外在的波动 在第四季将能够震荡走坚 万点行情延续到明年 台股院在今天也公布出来8月份的制造业 还有服务业的景气对策灯号 营业期后测验点转升游升转降 其中制造业的指数更是创下了14个月来的新低 如果制造业的指数再探波段低 那就代表制造业的景气有疑虑吗 景气预测中心的主人孙明德市井 说台湾的景气恐怕会从最高峰往下坠 大家在担心什么 担心未来必须要持续关注 美中的贸易战对台湾出口的冲击 还有新兴市场货币危机 这两大因素就会是影响第四季 景气到底是急跌还是缓价的重要关键 所以看到美中贸易大战 大家还是担心对电子股的冲击 所以最近全产股当道 全产股大吸睛 而这也让台股在今天电子资金比重的部分再度下架 而且一口气降到了54% 看到降到54% 代表电子占大盘整体资金比重不到六成 所以今天盘面当中是由中小型类股 由跌身反弹股来带领大盘走高 所以看到了今天在跌身股的反弹力道 除了原先强势的这些传产股之外 还看到了像是矽晶元 看到了像是MOSFET相关的概念股 而且还有多档的个股攻上了涨停板 那这难道代表内资回头了吗 台股在这里要继续攻高 内资外资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们要分门别类来看 外在当中先来看一下外资 有没有可能持续的加码台股呢 因为现在有五大外资 在最新出炉的研究报告当中 都认为台股在第四季的行情 将能够震荡走坚 而且万点行情将能够延续到明年 首先来看到的是在这五大外资 像是大摩 高盛 汇丰 花旗 还有大核资本 其实对于台股的第四季 都相对看好 那他们看好的理由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抢到的第一个高值利率 所谓的高值利率就是投资报酬率 你拿多少的钱来买一档股票 那他在出全息之后 如果能够填全息回来 那给你的报酬率能够赚多少 所以他们认为台股在高值利率的这一点 其实还是能够相当期待的 再加上台积电7奈米的爆发 还有央行可能升息 以及年底有九合一大选的支撑 政府应该还是会继续护盘吧 所以这四大原因就是造作了这五大外资 其力看好台股第四季的行情主要原因 而他们最主要畅望着哪三大族群呢 第一个 瓶盖股还是他们看好的 不过利基型的瓶盖 什么叫利基瓶盖 我们稍后再来解读 另外还有半导体还有车电 所以照这样来看外资似乎还是对电子股情有独钟 而除了这三大族群之外 各自当周我们看到了高盛他说些什么 高盛说了其实第四季 风险恐怕会诞生 FED会爆发一些新兴市场的危机 这个部分还是需要担心的 因为高盛就说了 美国的资产还有新兴市场 借临了一个成长的转捩点 全球的投资人都积极地在拉高安全部位 导致美股跟美元在过去一季非常强势 但是第四季新的风险要小心 虽然他们还是看望台股在第四季的表现 但是外在的环境当中像是他们认为 美国的FED联准会有可能会更鹰派 所谓的更鹰派就是持续强势 而且快速的升息 那如果升息的动作快 市场抽资金的力道加速 就有可能使得资金持续往美元走 那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来讲 就有可能引爆新一波的危机 如果持续贬值 会不会像先前一样展开了贬值潮呢 所以高盛保守的预估 这一步的贸易战呢 推升通膨 有可能在联准会的部分 下半年会升息两次 明年还会再升息四次哦 所以整体经济跟货币波动大的新兴市场 恐怕会受伤最大 高盛就预估说未来12个月呢 新台币对美元的汇价将来到30 暗示着台湾潜在的冲击并不大 因为30相较于现在新台币的汇率来讲 差距的波动并不大 而至于在大摩的部分 大摩的分析师就说了 台湾内需加温 出口呢也在持续成长 所以预估今年的GDP 还可以达到2.9%这样的好成绩 武当外资看望台股第四季的表现 虽然他们看好的这三大族群 都是属于电子股 但是最近很妙 资金纷纷转往了传产股 而且不是中秋节过后回来 这个传产股才热的哦 上个礼拜传产股就已经开始先发动攻势了 所以代表内资回头了吗 尤其从今天跌升的个股 全面性的强势反弹来看 这些内资是不是真的想要在第四季另起炉灶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传产股今天热闹哄哄的表现 其实今天包括了像是钢铁 黎岸峰店还有生计股这三大族群 就是台北股市今天涨势最重要的工程 先来看一下钢铁股好了 如果大家有看到钢铁股的日线图就可以发现 因为呢 这个波段以来 台股还在万一这里震荡哦 没想到钢铁股的日线图像是星光钢 星光钢今天日K出现连续第三根黑K棒 而且创下波段新高 不仅价有上来量能也跟着适度放大 表示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在卡位星光钢 不仅星光钢是如此 很多的钢铁股几乎都是雷同的走势 比如说我们看到中红也是慢慢的底部成形 往上今天创下一个波段的反弹新高 而且我们看到了今天大盘资金比重的部分 刚才讲到电子股资金比重 好电子股的资金比重呢 我们看到了今天降到了54% 既然电子股的资金比重降到了六成以下 那就表示有很多的资金跑到了非电族群 非电族群当中又以谁最吸金 答案就是钢铁股 我们看到了钢铁股 平常呢我们看到它的资金比重 大概都是2到3%左右 但是今天的资金比重增加到了7% 从平常的2到3%增加到今天有占了7%的大盘资金比重 就代表今天钢铁股带大量往上冲 钢铁股其实不是今天才在涨 我们刚才看到了星光刚 看到了在其他包括很多的钢铁股 上个礼拜就开始发动攻势了 所以一定有一些利基点 一定有一些原因让钢铁股的涨势这么强劲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在整个大陆的十一长炸 还有紧接而来的双十一光棍节网购热潮 带动了大批的商品出货旺季 所以对于钢铁的需求 产品的需求也大幅增加 再加上美中的贸易战 传出来新的变数 好像中国不愿意在美国强力压迫下谈判 所以中国的钢铁产品输美 可能更加困难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对于台湾的钢铁股就有转单的可能性呢 所以看到了这是造就了钢铁股追波股价走势这么强劲的主要原因 而除了钢铁股之外 离岸风店也是相对强 而且今天多档个股都攻上了涨停板 离岸风店的得标业者握序 他们其实为了要达到本土化的目标 近期展开了跟台湾厂商密集签约的动作 带动渴望拿到风机订单的上尾投扣 还有即将获得认证的基座水下灌江财供应商润泰财 今天股价极辣攻上了涨停板 这个润泰财其实是润泰集团旗下的公司 所以看到了今天的股价攻上了涨停板 距离前波的高点也是近在支持 所以看到了它也是在上个礼拜落底之后 这个礼拜持续的往上攻击 好 最近的确是有爆大量的 那其他的风店概念股像是中钢购 像是星光高 今天的涨势也有超过5%以上的涨幅 好 那除了刚才讲到的钢铁 还有离岸风店之外 今天升级股也动起来咯 今年是金融海啸的10周年 在美国经济持续成长 全球景气复苏的情况下 包括了美国三大指数 菲律宾 加拿大 还有泰国 其实全球有17国的股市 都先后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这也证明了市场上 在出现过度恐慌之后 一旦回归平静 股市大多有不错的表现 那根据国内群域投信的统计资料显示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升级医疗指数表现得更为亮丽 尤其医疗产业具备着 有产业持续成长 还有产业持续创新 这两大重点的支撑 所以产业发展趋势是长期往上的 而群域投信也统计 金融海啸以来 全球有四大生计指数 其中有一个指数的涨幅 最大还达到了5倍以上 所以今天看到的像是美食 涨了2.7% 精华涨了1% 金融海啸以来 生计类股就涨了有5倍之高 所以看到了这强势吸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全产股讲再多 似乎受伤有电子股的 不管是有获利的 或者是被套住的 对全产股的关心度没有这么大 还是很多人在看到底电子股何时能够重回主流的行列 尤其是先前这种持续有一些退场迹象的主力 业内或者是大户 他们如果再回头再进场 会不会选择这些跌升的电子股 尤其是涨价题材的概念股开始来发动攻势呢 因为这些涨价题材的概念股先前已经跌了一大波了 最近跌升有没有机会反弹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最强势的细晶元 还有MOSFET的相关概念 首先来看一下细晶元 台胜科是今天多方的代表 因为台胜科在今天一开盘就急攻涨停板 今天攻上涨停为什么呢 因为台胜科今天重新挂牌 所谓重新挂牌的意思是说 你看到他今天在挂牌前 暂停交易之前股价78块4 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减资 减资之后重新挂牌 今天股价跳空这样的题 一口气跳上了163块 他为了要提升股东权益的报酬率 还有健全财务指标 所以现金减资38亿 这38亿一减的情况之下 减资的比例达到了50% 好 本来一个人原本100公斤 减肥了50%以后剩下50公斤 当然生轻如燕 减资之后股本就从38亿呢 降到了这个美股净值 又来到了48块钱 好 这是这个减资的效应 再加上台胜科 其实他在这一段减资的时间当中 谁都在涨 他的矽晶元概念股 其他的朋友都在涨 像是环球晶 像是合金 最近的股价都跌升反弹 环球晶的部分来看一下 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股价就涨了12%哦 那除了环球晶之外 我们看到了像是在环球晶 最近出现了反弹 合金的部分 合金最近的股价也涨了13.45% 所以我们看到了合金跟环球晶 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也就是在台胜科 减资的这段时间以来 都出现了一成以上的涨势 所以台胜科今天减资之后 焕发新股上市 市场上追加的买盘相当积极 股价一开盘就跳空涨停 涨了14.5% 达到了163块钱的涨停板价格 台胜科今天在补涨 除了锡晶元之外 另外在MOSFET的相关概念股当中 也是由多档的个股 攻上了涨停板哦 为什么这么强势呢 当然也有它的原因 因为美中新一轮的关税 在昨天正式开征 那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大陆这一次扩大家税的 关税清单当中 包括了像是中央处理器 像是功率半导体 还有快闪记忆体等等 这些关键的半导体元件 全数中枪 所以为了要降低它的依赖度 那业界就传出 大陆的很多系统厂商 比如说像是中芯 像是华为 他们都已经陆续启动了 替代机制 降低对于美国半导体的采购 那其中呢 过去重度依赖美国供货的 MOSFET功率半导体 现在则渴望转单到 台湾的大中 捷利 富顶 还有尼克森的这些台湾厂商 那业者就说了 从目前为止市场上的 供需状况来看 MOSFET仍然是面临了 缺货的情况 而且订单都已经排到明年了 交期还有爆炸 都有机会持续上升 所以看到了今天 在MOSFET的相关概念股当中 台尼克森 富顶 捷利 大中 好 下面这是属于 矽晶圆的部分 这几档个股 全数都攻上了涨停板 所以看到了MOSFET 今天的大涨 看到了在 这个矽晶圆 今天的大涨 那被动元件 我们也来看一下 在今天的收盘指数 本来在整理的时候 还把被动元件归纳为 今天也是出现 跌审反弹的重要族群之一 但没想到被动元件杀尾盘 为什么当冲 国具在盘中也出现了吉拉 一度翻红 但是尾盘不敌卖压 中厂下跌了8块钱 收在506块 有外资 调降了国具的目标价 像是发营巴黎证据 调降了它的目标价 来到1300块钱 虽然1300距离它今天的收盘价 506块 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外资还是看上天了 但是发营巴黎证据 是第一次调降了国具的目标价 这也有一个指标性的含义 所以被动元件呢 今天受到了当冲的卖压 尾盘纷纷下杀 杀尾盘 所以看到了这几档的个股 像是国具 华兴科等等 今天尾盘都出现了收黑 不过无论如何盘中都有急拉过一波 而且刚才还看到了 像是MOSFET的概念股 像是矽晶元 那我们就不得不猜想一下 这些主力 业内 投信 这些大咖们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在这些跌生的涨价概念股当中 另起炉灶呢 所以我们就赶快统计一下 上个礼拜的筹码表现 来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 有默默的在买 主力上个礼拜买超的前10名 个股当中 我们看到了买超第一名跟第二名 是属于ETF当中 陆股联动的 沪深300振2 还有富邦上振振2 中信金 元大金 中钢 前五名都没有电子 好 再来看到六到十名的部分 赵峰金 中国A50振2 开发金 大成钢跟星星 所以发现 主力买什么 第一个就是买这些所谓的陆股ETF 再者 金融股当中就有四档 好 另外还看到了 钢铁股有中钢跟大成钢 前十名当中只有一档是电子股 就是3037的星星 好 那主力今天还持续加码的像是 沪深300振2 今天又再买了23000多张 富邦上振振2也买超了5000多张 另外看到了中信金 还有中钢以及星星 这几档个股都是主力在上个礼拜持续买 然后今天还在买的标的 既然主力锁定了在非电子的部分 那投信呢 投信在上个礼拜买超的前十名个股当中 第一名 诶 星星 星星最近获得了主力的青睐 也获得了投信的青睐 在上个礼拜加码了16000多张 另外看到了大成钢 赵峰金 雅尼 台尼 也是一样 只有星星一档是电子股 再者看到了中信金 中钢 远东星 台表科跟企基 好 所以我们做个记号了 电子股有谁 台表科 企基跟星星 这三档是电子 另外呢 看到了在金融股 还有在钢铁股跟水泥类股的部分 则是投信比较持续 青睐的标的 好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像是赵峰金 像是星星 投信金还持续的在加码 好 看完了投信 看完了主力 接下来赶快锁定一下自营商 因为自营商常常有时候 当天的买卖金额 都还比投信来得多呢 内资的动向 就要看一下自营商的进出了 自营商呢 在上个礼拜 买超了新光金 台气银 开发金 好 元大金 富邦金 十档里面就有五档 是金融股哦 那另外还看到了像是在中环 南茂 这就是电子股的色彩了 那这三档的部分呢 就是在新光刚 台本 中红 这是在传产股 所以呢 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法人的这个进出动作当中 内资 内资似乎并没有对于 这些跌身的涨价题材股 有太琢磨的表现 上个礼拜几乎都还是锁定在非电子 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回补 还是说他们会继续买这些传产股呢 这个部分可以持续的来留意 如果筹码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全球新观点也会马上帮您来进行追踪 那大家不禁要问了 苹概股呢 苹口新iPhone已经开卖一周了 那在估价上的表现 对于苹果供应链来讲 真的会有好成绩吗 这个周末其实很多人也在看到 到底有没有很多人换新iPhone 不过预期上来讲 好像真的没有卖得这么踊跃 不管现在你是要去买新手机也好 或者是周遭的朋友换购的这个踊跃热潮 好像真的没有以往来得这么强劲 所以我们也帮您统计出来 苹果开卖一周以来 最贵款是不是真的卖最好呢 苹果的股价在昨天涨了1.4% 这一波回档修正之后 就沿着均线在这里持续的震荡 昨天股价涨了1.4% 那其实在iPhone XS系列开卖一周之后 天峰国际证捐的分析师 郭敏奇出具最新报告 他还是非常看好iPhone 他说iPhone XS Max的需求量 将会是iPhone XS的4倍 也就是说最贵的这一支 就是这一支最贵的 要5万多块的这一支 其实卖的还是会比平价款来得好 而且是它的4倍之多 那其中在颜色的部分 像是金色 像是太空灰 明显比银色受到欢迎 而且最贵的 最大容量的 是目前非平手机当中 只有三星可以大量供应快闪记忆体 因此驱货的情况比较严重 那展望第四季呢 他认为XS Max会受贿于亚洲市场 还有送礼的旺季需求 出货稳健成长 他还说维持今年下半年新款iPhone的出货量 大约好几支呢 7500到8000万支 这事他认为在年底之前 有可能能够达到的预估数字 其中XS Max 今年下半年的出货量 还有上修大约5%到10% 那今年下半年的新款iPhone高价的系列 还有10R带动换机需求 这两大策略 前者应该已经成功了 那如果10R的出货如预期的话 那Apple还有供应链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强劲成长 好这也是郭敏奇的分析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所以今天是礼拜二中秋节过后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其实台股中秋廉价之后 那现在外资对于股王大力光后市正面交战 2019年新iPhone到底会不会采用三镜头这样的疑虑 先移起了大力光的股价 先压回了三成 今天又下跌了3% 大摩最新的报告 还是继续调降大力光的平等到列于大盘 因为大摩说了 现在如果苹果不跟进采用三镜头的话 对于大力光来讲 真的完全没有帮助 而至于在小摩的部分 他们认为明年新iPhone会采用三镜头 而郭敏奇说 苹果有明显成长的趋势 所以似乎大力光有没有办法止跌 就是要看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采用三镜头 刚才讲到的是盘面当中的强势指标 还有就是在苹果股大家关心的重点 至于今天台股之所以没有办法站上万一 当然有一些弱势的方面 弱势指标当中 我们看到今天载工具机 还有强势股的压回力道 是比较明显的 工具机当中 我们看到了亚德克 今天打到了跌停板 上个礼拜还有涨 但为什么今天打到跌停呢 因为由美系外资调降它的平等 说亚德克从第三季开始 价格有压力 需求恐怕会等到明年下半年才会复苏 明后年获利仍然有下修的风险 这加上目前股价是2019预估获利的本益比20倍 有一点偏贵哦 所以调降它的平等来到减码 看到了亚德克上个礼拜还是台股多方的焦点呢 连续出现了日K连续7根的红K棒 在床波段的反弹新高 上个礼拜还是带料来反弹的 没想到在连续7根红K棒之后 今天出现了这根黑K来回测均线 而看到了亚德克今天的股价 还守在300块钱之上 但是外资下修了它的目标价 来到了260块钱 好 就是遭逢了外资调降平等的逆风 那除了工具机像是亚德克 鸭回 也拖累了其他的工具机雏群之外 其实原来在上个礼拜强涨的传产龙头股 像是台塑 像是远东西 今天也有一些震荡 台塑跌了1.7% 远东西跌了3% 这就是在今天相对比较弱势股的色彩